中國黑客而入侵美國官員電郵帳號 提前了解訪華目的 俄羅斯測試主權互聯網 搞塌國家鐵路系統 最快明年推出國家版Youtube及Telegram 全球第一個因網絡犯罪被判入獄的黑客 Kevin Manning 耳狀癌過世 日本最大貨運量港口被黑客攻擊 黑客利用Web APK技術 繞過Google Play發佈惡意程式 今集資訊報案顧問楊和生先生講的題目 是我們九成人都心存有慮 但是態度有照舊的資料保護 Data Protection 學習之前我們先聽聽今個星期的 精算資訊安全新聞 想了解詳細新聞內容可以繼續看下去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要記得按通知鐘仔 中國黑客而入侵美國官員電郵信箱 估計數十萬涉及美國政府郵件外洩 韋家日報報道 指與北京有關的黑客 成功入侵了美國駐華大使 Nicolas Burns 與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Daniel Crittenbrink 的Outlook電郵帳戶 而今次攻擊行動之中 亦有數十萬美國政府個人 Outlook電郵外洩 微軟前排發聲明 指今年5月開始 旗下的Outlook帳戶 有大概25個機構 被中國的黑客組織Storm 0558入侵 專家發現 這段時間正正是美國國務卿 Anthony Blinken 訪問中國期間 報導指今次攻擊 令美國高級官員 最近一系列的訪華活動計劃 以及內容對話 已經可能被中國得知 提前了解美國訪華的目的 美國國務院 就事件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 表示現證調查入侵電郵的時間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否認黑客的指控 指美國政府在全球進行網絡間諜活動 現在只是散播虛假消息和轉移視線 俄羅斯有意建立自家網際網絡 與全球的網絡分離 俄羅斯試圖建立自己的網際網絡系統 代替現有的互聯網 研究所謂主權互聯網系統 有專家就覺得這個舉動 威脅到全球互聯網的穩定性 剛剛7月初的時候 俄羅斯就進行了一次主權互聯網測試 嘗試將互聯網基礎設施 與全球網絡分離 雖然這次的測試導致俄羅斯的鐵路系統 以及另一個主要的物流系統斷線 但相關部門就向外表示 事次測試成功 同類型的測試其實在2021年都進行過 當時就是試圖封鎖Twitter 但同時封鎖俄羅斯政府的網站 似乎無法在不破壞國家服務 和網站營運的情況之下 進行大規模的封鎖行動 國際數碼權利非牟利組織 Access Now 科技法律顧問Natalia Krapiva 就表示主權互聯網和我們平時想開的互聯網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就是比較接近一個應用科技的項目 例如其中一個使用的科技 就叫做Deep Packet Inspection 這個科技容許大規模互聯網過濾 同時賦予政府封殺指定網站 和網絡連結的能力 據Natalia分析 俄羅斯政府現時最大的封殺目標 就是西方國家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Facebook等等 而且更想封鎖使用VPN瀏覽 受限制的平台和網站 目的就是令到俄羅斯人民 只能夠由互聯網上接收到 由國家認可資訊源發放的信息 他還說不用很久 甚至是下年 俄羅斯政府就會推出國家版本的YouTube和Telegram 俄羅斯在2019年通過主權網際網絡法案 封開俄羅斯自行建立 包括根域名伺服器等等的網際網絡基礎設施 Natalia認為俄羅斯的主權互聯網項目 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俄羅斯互聯網和全球互聯網的整合度非常高 依賴程度很深 強行切斷互聯網 除了會有很多公共事業和商業網絡會被牽連 甚至癱瘓之外 最難預測就是人民的反應 因為現時西方社交平台 資訊搜尋網站 甚至通訊軟件在俄羅斯的使用率都極高 實行封殺的話影響會是全國性的 包括支持和反對派的人士 正常都不會默默然這樣做 而創造主權互聯網是干擾個人數位權的行為 Natalia就說除了俄羅斯之外 還有其他國家同時都有類似的概念 他還說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 會影響到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和運作 傳奇黑客 曾經是FBI頭號通緝黑客 整個網絡保安界無人不識的傳奇人物 Kevin Minnick 在7月16日因為胰臟癌細細 響年59歲 Minnick1963年在美國加州出生 是一個喜歡挑戰權威的惡作劇小朋友 小小就對科技著迷的他 17歲已經成功入侵了洛杉基電話中心 盜取了一批用戶的密碼 並且對系統大肆搗亂 最後被揭發而被捕 成為第一個因為網絡罪行而被判入獄的人 1990年 Minnick成功入侵Motorola Nokia和Fujitsu等大公司的電腦系統 被指造成合共4億美元的損失 成為FBI的頭號通緝犯 經過長達兩年的環球捉音之後 FBI終於在電腦專家的協助下 在1995年成功鎖定Minnick的行蹤 最後在北卡納羅納州將他拘捕 不過Minnick的支持者 就認為被入侵的企業高股損失金額 認為法院的判刑太重了 聯合各個黑客團體發起Free Kevin行動 包括召集全世界黑客 聯手狂攻各國政府的網站 以及在扣押Minnick的監獄外面集會示威 要求美國司法部盡快放人 最後Minnick需要復刑5年 出獄後甘盤洗手 專行經營電腦安全顧問公司 Minnick Security Consulting 透過入侵客戶的電腦系統 找出保安漏洞和建議改善方案 名正言順地入侵世界各地的電腦系統 不犯法之餘又可以賺到錢 業界稱這種專業人士 做White Hat Hacker 或者Ethical Hacker 公司成立至今 Minnick領導的Security Consulting團隊 成功入侵客戶電腦系統的機率 依然是百分之百 真是不知道Minnick太厲害 還是企業資進保安太差了 Kavennick一生中參與過幾千份資料 和上卡號碼盜竊 在他2011年發行的自傳 The girls in the wires My adventures a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hacker 裡面記錄的其中一個語錄就是 Anyone who loves to play chess knows that is enough to defeat your opponent You don't have to loot his kingdom or seize his asses to make it worthwhile 大概的意思就是 下棋的人就會知道 打敗對手已經達到目的 無需要掠奪對手的財產 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情況就跟hacking一樣 這個似乎回應著Minnick的家人 對外界發布的負問 裡面就提到 Minnick從未在 被他成功入侵的公司裡 拿走一分錢 並且形容Minnick的人生 就像一個虛構的故事一樣 明古屋港口被lock beat 勒索軟件攻擊暫停運作 日本最大貨量之一的明古屋港口 受到lock beat 勒索軟件攻擊 導致港口運作出現暫停 事件影響大約260間船運公司 明古屋港在7月4日早上 受到lock beat 勒索軟件攻擊 當時的港口辦公室打印機 被黑客控制 列印了100封以lock beat black ransomware 為提的勒索訊 今次受影響的是管理貨櫃上落的控制系統 日常負責處理貨櫃資料 令司機可以獲得指示前往特定的上落貨位置 而明古屋港表示並沒有支付付金 而攻擊後兩天早上已經完成收復工作 系統已經可以正常運作 外資源的警方已經就網絡攻擊事故進行調查 黑客利用Web APK誘遍Android用戶安裝惡議程式 有黑客武衝波蘭大型金融機構發動攻擊 當地金融業電腦資安事件應變小組調查後發現 黑客利用名為Web APK的技術 繞過Google Play在受害者的Android設備安裝惡議程式 黑客首先會對目標發送短訊 聲稱用戶手機版銀行App需要更新 並且提供安裝更新檔連結 用戶一旦依照短訊指示按連結 黑客就可以透過Web APK的技術 經由手機瀏覽器 將惡議程式安裝在手機系統裡面 然後就可以騙取目標登入網上銀行的詳細資料 這個方法可以直接散布Web APK應用程式 而無需通過Google Play的審查 而且是不會觸發Android系統顯示 內置便宜 大家好,今天分享一個主題 叫做資料保護 問問大家有沒有資料保護的需求 答案顯然易見 就算你的業務很公開透明 你都不想業務的資料 我們試試出去任人去看 有些企業說 其實我不清楚有什麼資料要加強保護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法規方面去考量 例如大部分國家都有私隱法例 要求我們好好保護員工的個人資料 好了,資料保護怎麼做呢? 常見的方法當然是使用加密 Encryption 一聽Encryption,這字很熟悉 平常我們就有做到 譬如通訊軟件也有點對點加密 又或者我們上網用HTTBS也做了加密 那是否代表你做了Data Protection 答案就是一半半 沒錯,網絡上的加密 但在兩端之間 由你的電腦上傳資料上去 例如Google Drive、Microsoft、One Drive上面 是否有加密呢? 是否夠安全呢? 又或者客人不搞我們的網絡點對點 直接攻擊網上平台 或者我們的電腦 你自己的電腦本身 其實有沒有做到加密呢? 所以儲存重要資料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加多一層保護上去 要進行這些工作是否很複雜呢? 其實是有封劍尤人的 如果有些很大型的系統 我們可以在設計系統的時候 預先將相關的功能加在裡面 確保資料、網絡通訊、儲存的時候 都夠安全 但如果我業務比較簡單的 WebExx 和PowerPoint 已經處理好了 這樣的話 我們不需要太過複雜 大家可能忽略了 Microsoft Office 或者受試乎C Program 都可以讓我們加密碼上去 比方說 如果我將一個有密碼的Microsoft Work 上載在OneDrive平台上 萬一OneDrive平台受到黑客入侵 很厲害的黑客 都能拿到我們的資料 但他都不知道我密碼是什麼 他要再花額外的時間 去處理我的檔案 又或者我抬頭部電腦有病毒入侵 如果我自己對於很重要的資料 進行了加密的話 就算他偷到我們的資料 他都不知道我裡面的資料是什麼 其實操作系統 包括Microsoft Windows 或者Mac OS 以至到我們常用的軟件 Microsoft Office Winzip 他們都已經有加密功能 如果我們儲存的時候 加密碼就可以順一步保障 額外一提 譬如我們把資料儲存在手提電腦上面 或是USB手提電腦上面 拿出街 而又遺失的話 如果使用這些資料保護的工具 我們資料外設的風險都會低很多